超过我的意料 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喜欢我 我想思考一点 然后我现在特别特别的开心 他们现在会很享受自由的时间吗 其实也不是那么自由的 怎么说呢 就是比较忙 就没有时间去做一些 就是除了工作以外的事情 跟以前比较现在反而比较不自由了 有什么 我跟以前比较现在会忙很多 可以做我们追求三菲的优点跟缺点吗 我觉得就现在自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更多的一些事情 爱上怎么调试 因为现在自己个人已经是有很多的一起 就鼓励做好自己的事情 然后我比较专注音乐 然后做音乐的时候我是最开心的 因为中国人都要追求真人秀 所以最近有没有收到真人秀的邀约 明年可能会上丛林法则 对 我上一个节目 我不会去考虑这个节目给我多少钱 我也不会去考虑这个节目看的人多不多 我也不会考虑这个节目会不会红 但我会考虑这个节目我去了会不会有意义 会不会让我开心 会不会给我留下好的回忆 就像闪亮的爸爸之前录制的那个真人秀 因为我不知道 对 就是这个节目很有意义我觉得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22岁就去当爸爸我觉得 你觉得你自己会是个怎么样的爸爸 到时候期待一下节目吧 我觉得应该不会让大家失望 所以现在他做什么事都是以开心为主吗 对啊 就人活着就要开心嘛 每一件事情都是为自己在做 为自己而活 你不要不留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才行 你赚再多了钱也没有用 你不开心 你最近好像受了很多苦这样 没有就你瞬间长大以后 你会明白很多东西 你开心是换不来的 开心和身体是最重要的 那你说你很忙嘛 所以怎么办没有随便谈恋爱 对 会不会找这个事 因为现在真的是没有什么心思 可以让我去想要找女朋友 或者怎么样 就真的是忙了 就飞机现在就已经是我的家了 现在的你不会想放假 我觉得我现在还年轻还可以拼一拼 老了以后再讨论放假的事情 那你刚刚说就已经开心为分 那么你上次在新浪的那个采访的时候 有说过就是大家有对你有产生一些误会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有必要澄清这些误会 我就是想说我是一个作为一个中国人 那如果别人说我不爱国 这其实是对我一个最大的一个误会 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在韩国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把它带到中国 然后我把我的中华武术 带给了海外的朋友和喜欢我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 但别人都说我不爱国 这是我最伤心的样子 我是山东青岛 我最终看他 Cher 我最终看她的朋友 我最终看她的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